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耶稣基督自己讲了七个我是什么什么的 我是什么什么是在《若望福音》有特别的意思 因为如果你记得出谷记 梅室在Burning Bush那里遇到天主 他就问如果那些人问我哪个派我 他是哪一个 所以梅室就问天主的名字是怎样的 天主答得很奇妙 《诗高圣经》就译 我是自由者 这个是《诗高》的翻译 如果是英文就很特别 叫做《I am who I am》 或者《I am who I am》 就是我的名字就是《I am》 我的名字就是《我是》 《我是》就成为天主的成名 耶稣就故意在《若望福音》 或者说《若望福音》的作者 喜欢引述耶稣的话 就是耶稣说自己说 我是什么 这个我是 一说我是的时候 显示出他是天主 如果你记得 《若望福音》在山沿 那些人来捉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问那些人来捉他的人 你们找谁 他们说 纳辞纳的耶稣 耶稣答我是 那些人怎样 跌在地下 一听 就是说天主的圣名 令到他们震惊跌在地下 这个《若望福音》 容易用一个这样的方式 显示耶稣 在苦难里面 彰显着天主的光明 所以耶稣的苦难 为若望和《若望》 和《若望福音》是很不同 《若望福音》说到耶稣是很苦的 被所有人舍弃 但是《若望福音》不是耶稣主宰一切 即使在苦难里面 一说起自己的圣名 我是 那些人要跌在地下 就是说耶稣要走 用什么 他走都行 但耶稣不走 就是耶稣的十字架 是自己愿意揹 所以 这是《若望福音》的特色 所以一说我是什么的时候 显示出祂是天主 即是第一章第一节 圣言就是天主 或者结束的时候 多默说我主我天主 耶稣说七个我是什么 都是带出这个信息 好 我首先提一提 这七个是什么 我逐个逐个说的 你不用怕 你不用怕 差不多了 不要那么快 我只是现在提一提 让你知道 原来有这么多事情跟着来了 现在第一个 我不是信罪的 我以说的程序 因为天主的第一句话 就是有光 所以我就说耶稣是世界的光 用祂行线而已 好 第二个 耶稣说 最后晚餐的时候 耶稣说 我是道路 真理生命 这是另外一句 第三句 就是耶稣说 我是羊的门 耶稣是门 第四句 我是善目 I am the good shepherd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第五句 第五句 是復活 拉扎六 耶稣说 我就是復活 就是生命 信从我的 即使死了 仍要活着 这是第五句 第六句 这是耶稣五饼二鱼的奇迹之后 就讲出一段很长的言论 说 我是生命的食粮 这是第六句 第七句 就是最后晚餐的时候 耶稣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条 你不留在我里面 你一无所能 回到祂的主题 你一定要住在我里面 你不和我住在一起 你无生命 他说生命食粮 都是一样 我逐个逐个讲的 不过 首先 将这七个说给你们听 第一个 我是世界的光 讲了 现在就逐个逐个讲其他 那六个 希望你听完这七个 耶稣自己说自己是哪个 你能够更掌握到 仰望福音 如何教你 认识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第一个是 我是世界的光 有光 有光 你就看到道路 没有光 你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耶稣就说 我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刻 耶稣那些门徒说 主我不知你走去哪里 我不认识这些你要走的路 耶稣就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甚至你们可以说 我是道路 我是到达真理与生命的道路 这条路帮你带你去到真理 带你得到生命 所以耶稣基督本人就是这条路 作为基督徒不应该说 自己生活都不知道为什么 这句我最不喜欢听到 作为基督徒怎么可以说自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道路 他说了整条路给我们 走一条路给我们走 让我们知道要怎么生活 为什么不知道自己生命为什么 不应该 作为基督徒 可能你自己太迷惘了 活得太不顺利了 觉得都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听到那些人在埋怨 生命活得很不开心 都不知道为什么生活 作为基督徒不应该说这句话 因为只要你跟随着耶稣 他的光就照耀一条路给你走 应该说不知道为什么 耶稣说得很清楚的生命里面 就是全心全意爱你的天主 爱人如己 爱主爱人就是耶稣指出道路给我们走 每一天都是走这条路 要我们全心全意爱你的天主 爱人如己 每一天去这样做 就是这条道路 很简单的 有一些都不深奥 为什么说不知道自己的路是什么 不应该 所以作为基督徒 应该清楚掌握着这条道路 这条道路就是使我们能够得到真理 能够得到生命 真理 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真理 但是很可惜 比拉多在耶稣面前就问耶稣 什么是真理 不听了 跟着就走出去 跟其他的犹太人在对话 真理在他面前 偏偏他就问什么是真理 耶稣基督本人就是真理 在他身上我们找到真理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 很多人都是很想得到真理 很多人寻找在生命里面 你们找什么 很多人真的很想找真理 生命的意义 为我们基督徒 祷就耶稣基督给了个答案我们 所以耶稣就是这条道路 一条到达真理与生命的道路 你记住耶稣是我们的道路 祂就是真理 还有耶稣基督曾经又说这句话 真理使你自由 一句这样的话 这句话本身的意思 真理使你自由 因为我们这一代的人很可能 不说大话说得多 经常都要记住 向哪个人说过些什么 记住 以后不要对着那个人 你要这样 我是这样跟他说的 你越是这样 你就越辛苦 活得很辛苦 要记住 不要记错 在那个人面前 我就这样说过 在那个人面前 我就这样说过 如果你时时讲真理 就不用记住这些东西 真理使你自由 我们因为太多谎言 我们的世界 所以有人说 为什么有金融风暴 很多人不讲真理 很多人讲大话 很多人欺骗 欺骗银行也好 总之因为人的欺骗 人不诚实 结果就是自己害到自己 所以才有金融风暴 你不信我 我不信你了 所以真理使你自由 如果我们将真理放在耶稣基督身上 又回到我们的主题 耶稣使你自由 真理使你自由 真理使你自由 而耶稣就是使你自由的真理 是祂使你自由 圣保禄就是说这三样东西 就是说 从法律 从罪恶 从死亡的恐惧里面 得到自由 很可能你的经验 会和圣保禄有些不同 圣保禄很真 他这三样东西使祂自由 使祂自由 耶稣是祂的救主 祂是很清晰的 人人的祭园不同 我们的时代也不同 圣保禄不同 耶稣基督如何使你自由 你不妨你自己反省一下 按你自己的经验 耶稣基督如何使我自由 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好 这个是耶稣使我得到真理的道路 耶稣基督使我得到生命 稍后有生命的食量 那里会讲得更多 生命在创世纪 天主在乐园里面 摆了一个生命树 在乐园中央有一个生命树 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 你是可以吃的 你是可以随便得到生命 但是乐园里面 也有一个知善恶树 这个知善恶树的果子 就不准吃 这个保禄给天主 你不应该碰它 这个天主和阿多阿威说的说话 不要碰知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以吃 哪一天你吃了 你必定会死 很可惜 人就是这样 你不给什么偏偏要试 天主很有趣的 不妨看创世纪的记载 天主将生命树放在乐园中间 但是知善恶树就不知在哪里 很可惜 起码原文的意思 只有知善恶树 只有生命树在乐园中间 所以按照常理 你只会碰到生命树 会受到你得到生命 你不要碰知善恶树 因为知善恶树 什么时候你吃了 你会死的 即是说 这个是保留给天主 天主去判别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当人自己判别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的时候 就有意取代天主的地位 这个是罪过 你没有听天主的话 想自己取代天主的地位 所以知善恶树就是这样 使你失去生命 为你带来死亡的 这个知善恶树 但是生命树 会使你得到生命 但是人就是这样 叫你不好的 你偏偏要 好 生命 耶稣很喜欢讲生命这一件事 在他内有生命 生命是人的光 光在黑暗中照耀 黑暗杰不能成和他 《药蒙福福》第一章所说 在他内有生命 在耶稣基督内有生命 耶稣不单说有生命 祂赐给我们生命 使我们获得更丰富的生命 这个耶稣基督说 耶稣的内力 使我们得到更丰富的生命 很多人 有时我们跟他 介绍耶稣基督给他们 他们往往会说 不用了 我活得很好 不需要 有时我们就会说 好啊 当你生命有问题的时候 或者说 你想得到更好更丰富的生命 你来找我啊 我们就会这样说 有时不能勉强别人听 所以这样会的 人 我觉得呢 天主总给人机会的 人 我们今天 因为生活在一个 第一世界的地方 生活是富庶 觉得 没有天主的需要 不需要 为什么 那么多发达的国家 信仰这么低落 就是这个原因 不需要 一样东西我都可以自己搞定 我都不需要天主 我就可以自己搞定 所以没有天主的需要 很可能我们的下一代 都有这样的想法 不需要天主 有没有都可以 没有我一样活得那么好 那我们只能够说 好吧 天主很公道 当你生活 不是你那么如意 那么理想的时候 你再来找我 耶稣基督 会给你更丰富的生命 所以我 我都在这里很久 我们家里的下一代 不一定个个都信基督 但我又劝那些家人 不用失望 这里的环境是相当无神的环境 所以他们的确习惯了 不过母天主都好像生活得挺好 不过我就说不用怕的 人的生活始终有喜有乐 特别人去到某一个年纪的时候 我觉得有人经常跟我说这件事 在外国 圣堂只有老人家和小朋友 这样的说法 很正常 小朋友 因为小朋友是最天真 所以天主这么喜欢小朋友 天国是给小朋友 小朋友是喜欢接近天主 你讲一些圣经故事 他很喜欢听等等 小朋友是很天真 很自然 为什么老人家就会去圣堂呢 很正常的 人年轻的时候 真的不感觉需要天主 但当你老年的时候 你就发觉 生命不再在你的掌握里面 越来越发觉自己是汪入路部 所以自然就走向天主 很自然的 天主很公道 年轻的时候 不去圣堂 宽恕他们 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但是到那些老年 希望这个就是他们的恩宠时刻 他们的第十时辰 所以不用怕 繼續為他們祈禱 起碼要他們做一個好人 這是我的經驗 不要罵他們 摸鬼頭不去聖堂 你越罵他們越反悶 不妨自己做一個好教友 一個好的榜樣 無論如何叫他們 無論如何 做一個good person 一個好的人 不要做壞事 不要做任何事 要傷害人 起碼我對這些說話 每個人都對的 記住 所有goodness來自天主 即使他不去聖堂 他如果做好事 都能否得到天主的慈悲寬恕 耶穌所說的最後審判的比喻 其實都是講這些 我有病 你探望我 我坐牢 你探望我 我沒有東西吃 你給我吃 那些人都不知道是為耶穌做 我何時見到都是為你做 耶穌說你為最少的一個兄弟做 就是為我做 這就是good work 每個人的善行 繼續鼓勵你的下一代 做好事 天主總給他機會 所以我不失望 和年輕人保持良好關係 自己做好 我記得我父母一天去聖堂 他沒有要求我們去 但我們很自然就跟著去 小時候 因為父母一天都去 他已經用自己的行為 跟我們講道理 所以不用怕 總之 記住 耶穌能夠給人更豐富的生命 鼓勵人 當你生命不是很愉快 希望你回到耶穌基督那裡 耶穌基督會給你更豐富的生命 所以耶穌就是這樣說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另外一個第三個 我是羊的門 這句說話在哪裡講呢 耶穌顯著一個奇蹟 治好這個盲的人 這些人 後來他為耶穌辯護 就是被人趕出去 趕出去的地方 就是聖殿的陽門 聖殿的一個門 叫做陽門 這個人 因爲耶穌辯護 被人趕出去 在陽門裡 將他趕走 耶穌就在這樣的 context 下 我就是陽的門 他趕你走嗎 我這裡歡迎你 你進來我這裡 我是陽的門 從這個門口進去的才是真正的木人 從其他地方進來的那些是賊 是強盜 很有趣的 法利塞人 經常把那些木洋人 看成是賊 看成是罪人 爲什麽呢 因爲木洋人 經常都要照顧羊群 是沒有機會守恩式日 沒有守恩式日的人 每個都是罪人 每個都是不好的 當他是賊 他是在神拜 所以耶穌正正是用這相反的去講 這些才是 不是從我這個門口進去 那些才是賊 那些才是強盜 從我這個門口進去 那些是真正的木人 羊會聽他們的說話 耶稣说自己是羊的门,应该通过他才能进入羊站 天国就像羊站一样,耶稣说你通过我才能进入羊的门 甚至有些人说这对门是怎样的呢? 有些是整个木人以自己来做门 这个木人躺在羊站门口,哪一只羊要进入都要经过他,拉过他 一个方面可以保护这些羊,二来就是羊必经的路 一个这样的说法,耶稣说我是羊的门 圣经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亚国伯,亚巴罗伊撒甲、亚国伯 这三个圣祖,亚国伯曾经发过一个门,一个梦 梦到上天之门 说这对门打开就有天梯下来,在这条天梯上面有些天字上上落落 亚国伯发了一个这样的门,一个梦 上天之门 不知道是否耶稣借亚国伯的梦去说自己 因为耶稣曾经这样说,由天上落来的这条天梯 就不是天使在上上落落,是人子在这条上落 也就是说耶稣以自己去替代其他的天使 以前天主不直接接触人,是通过天使 但是耶稣的来临,天主接触人通过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上天之门 耶稣基督在这条天梯上面上上落落 一个这样的说法 好,这个是《我是阳的门》 跟着跟牧人有关,耶稣说 《我是善目》 《我认识我的药》 《我的药》也认识我 这句重要的说话 《旧药》里面 《天主称自己是木人》 如果您记得出名的圣名二十三 《上主是我的木者,我一无所决》 大家都记得这个圣名 《上主就是我的木者》 有上主这个木者在这里 《羊一无所决》 是他令我去到青绿的草场 带我走近邮静的水旁 《天主就是我的木者》 所以旧药的人很清晰 《天主就是一个木者》 《圣名二十三》之所以这么美 就是因为他写的时代 是以色列人忘了国 没有国家的时候 没有国家的时候 那些人有什么可耻呢 没有一无所依 唯有天主 在这个时候 这个作者完全感受得到 自己充君亡国 但是不是悲伤的时候 你看看《圣名二十三》 充君了 还有什么更坏呢 没有了 但是只要有上主和我在一切 我什么都不怕 这个就是 就是旧药里面对天主的形象 天主是木者的照顾他的羊群 《圣名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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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名三》 因为他是木人 所以现在你的圣名 那支权杖 其实就是木人的 那支杖是什么的 有没有注意 一个勾的 为什么有一个勾的 勾着羊 怕它走失来 勾着它 所以勾是保护的 就带着羊羊 跟着我 拖着羊羊 就是靠这条 有勾的木杖 勾着一些 有时不是那么听话的 通道走的羊羊 拉着羊羊 撐着它走 短盘呢 短盘用来 打那些狼 来襲击羊群的狼 就是保护它们 所以短盘、木杖 就是我的舒畅 是我的安慰 所以借用 木人 它所用的工具 去表达 天主和人 和羊群的之间 那种关系 所以 很漂亮的 耶稣基督 就将旧样 这个木人的形象 放在自己身上 我就是 善木 good shepherd 我就是这个木人 不单只是木人 还要是善木 好的木人 耶稣基督 有个年轻人 走来问耶稣 善师 我要得永生 要做些什么 耶稣就说 为何称我是善 善 除了天主之外 没有什么是善 善的 那个good 应该留给天主 我们只能够分享 天主的goodness 所有 凡是good 都来自天主 所以耶稣说 我是善木 他自己说自己是善木 好 我认识我的羊 我认识我的羊 认识是圣经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认识不是就是 我知道 我知道某些东西 而是有一份深厚的关系 才叫做认识 例如我做老师 我可以留起学生的资料 这个学生很厉害 分数很高 这个学生不行 读书很不行 请问你是否认识你的学生 那算不算呢 我就会说 这些是有关学生的information 有些什么 好像医生那样 拿起病人的病历 一看就知道 你认识你的病人 或者认识你的学生 那就看看你和他的关系是怎样 认识是表示关系的建立 没有建立关系 你不认识这个人 你只知道有关他的information 并不认识他 所以耶稣说 我认识我的羊 是指他和羊群有个很深厚的关系 所以耶稣说 我认识我的羊 我叫他们的名 他们会跟随我 真的 这件事是 我叫他们的名 他们会跟随我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 一般的 北勒斯坦的羊 有很多是绵羊 绵羊是要他们的羊毛 不是要他的肉 通常是吃山羊 山羊就没有羊毛可以提供 所以绵羊就是因为只要他们的羊毛 能够跟随这个牧人很多年 所以牧人能够给一个名字 所以牧人能够给一个名字 好像你们养自己的家 养一只狗 你给一个名字 你叫牧的名字 他会跟随你的 同样 牧人是知道羊的名字 所以他说 我呼唤我的羊 我的羊会跟随我 这个是真的 你记得 《药王福音》里面 耶稣叫过两个人的名字 他们立刻跟随 你记不记得哪两个人 耶稣大声叫他们的名字 如果你记得 《药王福音》的知识很强 耶稣叫他们的名字 第一个很清楚的 《乃圣路》出来 死了都会翻山 听到耶稣叫他的名字 叫他的名字 我认识我的羊 我叫他们的名字 他们会跟随我 真是的 耶稣大声叫 拆了他出来 死了都会跳出来 耶稣叫他解开他 因为他跳出来 第二个耶稣叫他的名字 《玛利亚》 在找耶稣的遗体 那个玛利亚 马达勒纳 通道去找 记不记得 见到以为耶稣是玄丁 问他 知不知道他放在哪里 如果你带了他走 告诉我 我会带他回来 耶稣不回答他 他就走了 耶稣叫他的名字 《玛利亚》 他立刻 圣经说 他立刻转身 用希伯来话 跟耶稣说 《勒布尼》 以职师父 立刻 本来他以为这是玄丁 耶稣的样子 和基督的样子不同了 但耶稣叫他的名字 他立刻自读 《玛利亚》 他立刻认出这是耶稣 所以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很好的说话 我的羊也认识我 这个又第二部分 我认识我的羊 耶稣一定认识我们 但我们是否认识耶稣 我说耶稣 那是自己 每人都回答 耶稣认识你 你认识耶稣 我带你们认识他 希望今日之后 你认识他多些 始终 记住 我所说的 不要将他看成 信息 不算的 这些是知识 你要跟耶稣建立关系 这个才叫做认识 认识包括关系的建立 这个很清楚的 圣经讲认识必须要是要这样 所以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这个就是作为羊有责任 认识你的牧人 特别是认识我们的善目耶稣基督 很重要 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圣赵主日 都会用这段圣经的了 而善目主日一定讲这段圣经 或者说讲圣赵通通 很多时候都用这段圣经 我用的时候都提醒大家 我认识我的羊也认识我 当然是指应该认识我们的善目耶稣基督 但是也都包括认识你自己的牧人 就是现在照顾你的牧人 要不认识你自己的本堂神父 很重要的 我认识我的羊也认识我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说要推广圣赵 很多时候 其中一样也都要支持现有的牧者 都是重要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有一个学者 他自己都是神父来的 他在哈佛大学 用了十年功夫做了一个research 他访问了2500个离职的神父 用了十年时间 他做一个研究 问他们 为什么你要走呢 最后的研究结果 他将这些离职的神父 离开的理由分类 你猜第一个 最多神父说离职 为什么他走呢 你知不知道 第一个 你认为是什么呢 很多人说他们想结婚 原来结婚很低的 第一个 最多人说他们离职的理由是depression 为什么忧闻呢 羊群不理他 就是说一个神父 如果有很多人支持 谁会走呢 傻子 你叫我走我就不走 他们就因为太多羊群 常常批评他 这种说他不错那种不错 人肯定有些缺点 如果你只是看到别人的缺点 看不到他的优点 那经常被别人在那里 真的有depression 那他们最后就会走呢 所以我很记得这个research 我都提醒我的羊群 最重要的是请你们认识我 和我有一份好的关系 那我就一点都不想走 一个这么好的羊群 所以牧者是不是羡慕 因为羊群是有责任的 羊有责任的 你要认识你的母人 那你就有好 你认识他们 关怀他们 自然有善目出现 当羊群对他这么好 哪里舍得走呢 就是羊群对他 好像家人一样 你就有一种归属感 有一种爱心在那里 继续下去 所以很重要的 我的羊也认识我 一方面指耶稣基督 另一方面也认识 也都指你认识的牧人 下一个 我就是福活就是生命 大家都知道来自哪里了 拉朱禄死了 他的好朋友死了 很有趣 耶稣故意不立刻去的 故意在原地多等两日才去 去到他已经死了四日了 所以令到他的妹妹 就向耶稣埋怨 主如果你坐在这儿 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 那 耶稣就说了这句话 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 我是复活是生命 信从我的即使死了 仍要活着 我好喜欢耶稣说这句话 这句话给到我好大的安慰 神父的工作离不开红白意识的 往往 早期我就做红事做得多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白事 白事多到 我都数不到 至少几百次去 墓园馆 墓墓墙 去了几百次 但是这句话越来越重要 我发觉最大的安慰 但是我能够安慰死者的亲人呢 我就经常都用这句话 耶稣说 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 信从我的即使死了 仍要活着 凡活着而信从我的人 就永远不舍 即使死了都会复活 这个是给人很大的安慰 死亡不是终结 死亡只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 因为耶稣基督 祂復活了 所以为我们带来很清晰的一个答案 人生命结束的时候 剩下的亲友 总有一些时间剩下会上这个问题 个个都会 在你办伤事的时候 你会有的时时间 特别坐在殡仪馆 圣祂徒好 很长的几个小时 你很长的时候 去想生命的问题 有信仰的人就知道 死了的人去哪里 很多时候 如果你看到香港新闻 如果有些交通意外 有人死了 然后你会看到 那些人做什么呢 就请和尚 或者道士 去奴祭 对吗 你经常看到这些镜头 你们以为 他们在家当然是信佛 或者信道教 有时你问一问 原来大部分都不是的 没有信仰的 为什么要找和尚 和道士去奴祭呢 就是为了保持一心安 就是说我个亲人 突然之间死了 去了哪里呢 科学给不到答案 科学可以解释很多东西 但是没办法给到一个答案 人死了之后又怎样 他们说没有了 杀了六大 本来灰了 这个答案是不满意的 所以即使没有信仰 都会找一个超渡 使自己心安 很有趣的 一碰到死亡 人就会问这个问题 究竟我的亡者去了哪里 基督徒就有很清晰的答案 因为耶稣就是复活 就是生命 我很记得有一次 我自己的妈妈过世 我自己主持 我妈妈死得很好 等于我们人所说的 《禅宗》 在圣母升天那天死 她最喜欢我 占黎她在那天死 还要全部家人在她身边 跟她念经 念延经我为她画十字 她才死 哇 这样的死 我也很想说 所以我们很开心的 我们出殡的时候 大家都会说这件事 妈妈 哇 选圣母升天那天走 多开心 大家都会说这件事 因为我们信復活 我们知道妈妈在天国 我当日在丧礼里面 我主持丧礼 很平静地主持丧礼 完了之后 我有一个中学同学 他没有信仰 他跟我说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平静 在你自己妈妈的丧礼里面 我妈妈死的时候 我哭得豪涂大哭 没办法控制自己 他跟我分享他的经验 他妈妈死的经验 跟我妈妈死的经验 我就说 不同的地方就是这句话 我信耶稣 他就是复活 就是生命 很简单的 我们有信仰的人 知道又复活 跟着又永生 所以为什么哭得这么紧要 谁不想善中安死 他已经有了 很开心地走了 为什么这么伤心 只不过暂时不见他 在祈祷里面 我经常都记得他 为什么这么伤心 信仰的人 和没有信仰的人 差别是很大的 他豪涂大哭 以为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都希望你们 因为信仰耶稣基督 有同样的经验 我就是复活 就是生命 我就是复活 就是生命 每个人都想勇他做王 立刻走人 走 然后群众 看到不见他 通道去追他 直至找到他 在葛法庸 本来在山上的 五饼二鱼 在山上发生 发生了之后 耶稣见到不对路了 他们要拥立他做王 耶稣走 然后他们冲到坐船 通道去找耶稣 终于在葛法庸找到他 耶稣一看到他们 就说 不要为 你为 为什么你要找我 你找我 只不过为 不勞而获的食物 你追尋的是这些东西 不要为这些东西操劳 耶稣是说了这些东西 希望人看到 然后带出他想带 说的道理 藉着五饼二鱼的奇迹 使五千个男人吃饱 他是生命的食粮 耶稣借抗野里面的玛纳 你们的祖先在抗野里面 吃了玛纳就死了 但如果你吃我给的食粮 你会生活直到永远 我就是生命的食粮 耶稣说他自己是生命的食粮 然后由生命的食粮 带到我们今天所说的 圣体的食事 你们要吃我的肉 饮我的血 你们必得永生 并且抹野 我会使你复活 耶稣说自己是生命的食粮 谁吃了这个食粮 必得永生 耶稣许诺你 你真心领受圣体的时候 你必定得到永生 你必定得到永生 并且在末日 我会使祂复活 我想大家都记得 第一周圣日 耶稣圣心的敬礼 大家记得吧 九个月 每个月的第一周圣日 领圣体 耶稣圣心许诺 你不会带着大罪死亡 即是说 有人就有时会问 是否要信 我说 是要信 不过 圣经早就说了 你领圣体 九次那么多 领耶稣的圣体 耶稣早就许诺 必得永生 并且末日 我会使祂复活 耶稣所说的 记住在圣经的 我们叫做公开的启示 public的revelation 耶稣圣心这些敬礼 我们称为private 就是耶稣对 Margaret Mary所说的 说话 这些我们叫做private 当然了 可以相信的 每一样我们都相信这些东西 但是public的更重要 圣经已经记载了 我就是生命的食肋 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必定得到永生 并且在末日 我会使祂复活 我注意到一件事 我不知道这里的喪禮 我没有参加过这里的喪禮 我在香港的喪禮 我参加得多了 我越来越发觉 连殯儀馆都懂得做生意 在这些棺木上面 四周摆些什么东西 放最后晚餐在这里 我见到很多次 这棺木有最后晚餐 还是大vinci 四面围着 为什么要放在这里 极有可能有人向殯儀馆提出 《仰望福音》第六章的说话 耶稣是生命的食粮 谁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必定得到永生 最后晚餐就是吃耶稣的肉 喝他的血 看到吗 所以耶稣许诺 这个亡者曾经领受过他的身体 曾经领受他的性血 所以耶稣许诺 他必定得到永生 不是我说的 是耶稣说的 很漂亮的 要信耶稣的话 我就是生命的食粮 耶稣甚至这样说 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我就住在他里面 他住在我里面 回到最原始的 我们刚刚开始说的 师父你住在哪里 你令圣体耶稣就住在你里面 你又住在耶稣里面 为什么你不知道耶稣住在哪里 所以很多《仰望福音》 帮你把很多东西连起来 一个一个不是单独的 全部可以连起来 耶稣基督 他就是生命的食粮 好 最后一个 再说完 我一时葡萄树 你们是枝条 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 耶稣的说话 如果你不住在我里面 你一无所能 你靠你自己是不行的 你需要耶稣基督的帮忙 所以都让我们感受得到 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帮忙 住在他里面 好似枝条 住在葡萄树干一样 耶稣基督是那个树 我们是枝条 如果我们离开了它 就会干枯 丢在外面 人也会拾起来 拿去烧了它 没有用了 已经没有生命 离开了树干 我们没有生命 一个很美的比喻 离开了耶稣基督 基督徒失去了他的生命 好 最后一点 这个也是住在那里的意识 因为耶稣基督说 我是生命的食粮 生命的食粮 是一些你必需要有的东西 我有时用一句这样的比喻 我们有时给你们看电影 买些什么来吃 买些增肤来吃 或者看球也好 或者我们有时叫口粒室 口粒室是可有可无 有又可以 没有又可以 生命食粮就不行 你非有不可 那现在不妨 最后一个问题 耶稣基督 是不是你生命的食粮 是不是你生命里面 非有不可的东西 还是他只不过是灵食 口粒室 有又多好 没有都可以 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 耶稣是生命的食粮 还是灵食 幼稚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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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反省一下 耶稣 这个人物 为我来说 他是谁 他已经说了 他有七个 今天我列出这些简单的 最后这个葡萄树 是你门事之调的一个 这个是最后的一个 这个耶稣自己说自己 这个是最好的启示 你拿着这七个 慢慢回去自己反省 我认识 我的主耶稣 我和他的关系会是怎样的 有没有一份亲切的关系 耶稣教我们 来看看吧 你今天来了 看了 你回去的时候 如何呢 去了看了 要住下了 你是去了 看了 有没有住下 和耶稣一起 有没有找到你的第十事实 这个是一份恩事 希望你们能够听完之后 能够好像安德勒那样 我们走到了默西啊 最好不过 好 多谢大家 我讲到这个话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